大家好,歡迎收看《要塞財經台》全日總結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了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先生在旁邊 Anno你好 Janette你好 我們看看上證指數方面的情況 今天跌了42點收市,收報2034點 戶芯三百指數,下跌56點,收報2157點 深淨城指跌238點,收報7303點 三大指數全線下跌,而且跌幅顯著 三大指數的跌勢都超過2% 跌勢分別是介乎2.04%至3.16% 不過留意到跌市當中,成交金額都有急增的情況 戶芯兩市加起來,都成3200多億 沒錯,都要和Anno談談市況 內地股市,大家都憂慮流動性的問題 最主要看到今天又再有正回購,收水的動作 正回購的規模就是1000億人民幣,14天期 怎樣看回最新的情況呢 因為這個消息來過,都抵制了港股的升幅 日中來講,都在250天線拉腳 現在來講,就收市了 最終恒指跌了71點收市 收回22317點 成交今晚654億 國企指數下跌57點,收回9740點 今天的市況又怎樣分析呢,Anno? 看回現階段,市場的焦點都會落到內地股市的表現上 因為看回外圍,其實你講今個禮拜有焦點真的不算非常多 未來外圍比較關注的,會看回星期五公佈的美國GDP數據 以及在星期四,聯儲局主席耶倫的相關言論 但都不預期會有一個太大的消息會出來 令到外圍股市會有一個太大的變化在這裡 所以關鍵會看回內地股市的走勢 而見到今天,內地的股市真的進一步下跌 其實看回過去這三個交易 每個交易日,上證指數的跌幅 都差不多接近1.5-2%左右 調整幅度就非常驚人 主要原因,我想你留意一下 始終都是由上星期二開始 內地人民銀行開始對內地進行正回購等等 始終收緊了資金 市場都會擔心內地的資金供應會再次緊張 甚至在途中有些消息說到 甚至說房地產貸款有機會部分銀行要停 這些消息傳過出來 市場都是非常擔心 整個內地內房的發展 甚至是說資金的供應 所以這些因素抵消了市場衝敬 未來三月頭 兩會會議的相關政策 所以短期來說 內地股市的調整勢頭就真的非常明顯 這些因素可能會導致港股的走勢 表現就差一點 同樣地,看看恒指的技術走勢 其實都有轉差的跡象 看到今天正式跌穿10天線 22,400點這些水平 後市來說 之前恒指整股在短期的下降軌 以及10天線之間 看到今天也跌穿10天線 走勢上短期後市是利淡的 在幾個期指結算之前 恒指的確有條件或者有機會 下試20天線 即是22,000點這些水平 所以投資者我覺得要留意 如果內地股市仍然沒有利好的消息 出來幫助的話 恒指會有機會試20天線 22,000點這些位置 好,謝謝Arnold先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一眾 南暴股股收市的情況 先看到匯控,今天跌了2.7% 業績未如是長預期 跌了2.25,收報81.65 中移動下跌3毫指 中國銀行升1先 公行跌2先 建行跌1先 港交所升2毫 國壽下跌3毫 友邦升1毫 騰訊跌2.5 今生黑中國成為最美的升幅 在藍銅股方面 升幅最好的一隻股份 升4.55% 收報62.05元 另外長實升4毫 新地升9毫指 九倉下跌1毫 中海外跌5先 華銀行跌1毫 中海油升2毫 中石油母升跌 收報7.9 中石化跌5先 昆仁能源升1毫 中海神華升1毫 收報21.1 先看看表現業績失息的匯控 也能拖下大肆表現 匯控方面 今天來講 收報81.65 出了業績三大營運指標目標 三項 只有一項是達標的 你見到成本效益比率和股東權益回報率 都未達標 而且大家都在講 收入不懂得還要跌 全年除水前的利潤升得9.3% 所以都是差過市場預期的 怎樣看回匯控方面的情況 派息好像又少了 暫時的喉事又如何部署 你看回匯控的業績 的確是失市場所望 這方面也不再多講 但是看回 的確三大營運指標裡面 有兩項完全不達標 這份業績絕對不會令市場滿意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匯控仍然有機會繼續調整 不過 雖然這次的業績不達標 但中長線來說 你看回現階段的經濟數據 特別歐洲市場上面 經濟的確有一個慢慢改善的勢頭 這些都會有利回匯控在歐洲業務上的表現 所以中長線來說 其實未來來說 未必是太差的 不過始終在走勢上 短期來說 都會有機會做差一點 因為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特別從1月底的時間 78元這些位置升上來 最主要市場都衝勁 全年業績會好一點 甚至有機會增加排息 不過看到今次的業績 都失市場所望 亦都見到最終沒有增加排息 雖然未來是有這個機會 不過短線來說 始終都難免要做調整 短線來說 看回20天線 81.5這些位置 如果真的見到股價跌穿20天線 股價的確有機會 再試回80元這些水平 不過我覺得 只要不再跌穿之前低位 78元這些位置 匯豐中長線來說 仍然可以繼續看好 好,謝謝Anno 我們看看其他的股份 其實都見到 2916環創業 今天來說就跌風險了 看到他都創了52週的新低 單位見過21.05元 最終都跌成5.5%收市 收過在21.45元 其實找回什麼原因 是否關回美林明銀的大行報告 看到只有20元 目標價大幅削了下來 如何看回前景呢 因為他都很暢淡 就是跟Tesco方面合營一些因素 說一些盈利表現 要去到比較長時間才可以實現到 等等這些理膽因素 如何看回後市的表現呢 看回的確沒錯 我想你說華創 為什麼今天跌得這麼多 某程度上 都可能說 美林美林那份報告 是有很大的關連 始終公司收到20元 其實對於華創來說 我自己都不看得太樂觀 因為在內地市場上面 就算是經營一些普通傳統的百貨公司 都受到網購等等 這些相關的熱潮所影響 未來究竟業務 是否能夠有一個好的表現呢 這方面是否仍然有待觀察 甚至面對著人工成本上升 租金成本上升等等的因素 未來來說 這些相關的成本上升 能不能夠成功去轉介 這些相關的成本 仍然是有一個未知之數在 所以華創始終的確 是有大行暢淡 而且估值也不算非常劈 是要擔心股價未來 仍然有機會調整 因為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都見到今天的股價急跌了下來 亦都見到今天再錯了 52週新低 21元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 要留意 始終見到今天的股價 雖然低見了21元之後 略作為反彈 但整體而言都未能夠反彈上21.5元 即是之前的低位流上 所以短線留意 如果不能夠反彈到22元這些位置 後市有機會繼續調整 跌穿21元 試試可能未來未想過目標價 20元都未必說不可能 所以現在的位置要做好風險管理 這些位置去搏就不建議 如果見到股價再進一步 跌穿21元這些水平 我都建議先行指示離場 好 還有時間我們先跟進一個板塊 雖然今天跌市 都有些股份 就是熊島股這個板塊 有資金最窮 好像1928和27號等等 都表現良好的 好像銀行娛樂 升了3%收市 收穫在74.5元 另外 金沙中國方面 都是最美的一款籃籌股 看回那個升勢 說回它升成4.5%收市 收穫在62.05元 其實最近 豪島股好像剩下了牌 今天又發力了 暫時又如何部署 豪島股短線來說 會比較關注 因為始終說之前 為何這麼波動 第一見到1月份 那個博彩數據 是做得差的 急跌完之後 馬上回復 收復失地 主要原因是一眾大行都暢號 只是因為季節性因素 2月份見到農曆新年那段期間 澳門的旅客人數 不斷地創新高 都是說一些很誇張的水平 市場都衝敬2月份 那個博彩數據 會做好一點 現在去到2月尾 意味著 其實下個星期一開始 很大機會會公佈 做回2月份的博彩數據 而2月份的博彩數據 做不做得好 會比較關鍵 如果真的 好像大行所講 不是做得太差的話 的確是會有利益股價 再重拾回升勢 甚至說金沙中國 為何今天做得這麼好 除了澳門的博彩業之外 市場都衝敬來了 好像金沙中國為來 都會有機會去日本 這些地方 去海外市場上 發展更多的賭業 開拓新的賭場等等 這些因素 短期來說 會支持股價做好 是有機會跑人大師 看看金沙中國的股價走勢 看到今天突破了上來之後 都成功突破了 50天線 61.8毫這些位置 我想你再看 成功只要短期後市 不再跌穿50天線 的確是有條件 試回之前的高位 所以我覺得有貨 不妨繼續拿著 不妨將止傘或者止涉價 設回60元 即是今天的底部 揚竹底部 60元這些水平 不跌穿60元 可以繼續向上望 短期目標 看回之前的高位 67.15元這些位置 是的 今天的二、三線的豪賭股 都有炒作 好市Dynam6889方面 最終都升接近一乘一收市 收負於29.05元 1680方面 今天升幅顯絕 澳本勵進升超過8% 收負於7.13元 都可以留意一下 剛剛阿娜說的一些基本面 好 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阿娜我們說這麼多股份 有沒有說哪隻拿著的 沒錯 謝謝 全日直播的環節就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想重溫我們節目樓的話 瀏覽徐京台網站 www.bhchannel.com 我們明天同樣時分 九點半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